咱们家怎么了这是 楼上漏了 漏了 刘经理啊 你什么活都别接了 我接着活了 你等我消息 哎呦妈呀 漏得好漏得妙漏得呱呱叫 哎呦这可太好了 哎呦 哎呦 哎呦这可太好了 哎呦我的妈 你把地上泼水 这地板不都熬烂了吗 对啊 地板不熬烂了 谁赔咱钱呢 哎呦这可太好了 哎呦你看看啊 你看这壁纸 这都泡烂了 这得换呢 哇 这地毯这地板 哎呦这全完了 这都得换呢 哎呦这沙发呦 这沙发明天就得长毛啊 哎呦这得换呢 换真皮的啊 哎呦我算了算 怎么也得二十万呢 不是你家重新装修啊 哎呦爸呀 咱这房子首付 哎这房子首付谁付的 哎呦 我装修完了我就后悔了 档次太低 我早就憋着劲要重新装修呢 你要给装修 对啊我出钱你放心 你把钱把那七块钱先给我 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我不用咱家出钱 谁说 谁把咱家泡了 谁漏水了 谁赔钱呢 都上小黄他们家呗 谁 小黄 哎呦 小黄他们家那可太好了 小黄他有钱呢 哎呀太好了 要再泡一会儿 可不止二十万 哎怎么怎么不漏了 不是 我刚才给你大姐夫打电话了 可能他上去给修好了 哎呦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 他就是个傻子 哎呀 回来了 哎呦 哎呦 谁是傻子呀 你 你就是个傻子 我问你干嘛去了 不是 楼上家小黄漏水 我去把水渣给他关了 啊 小黄回来了 没回来呀 没回来 没回来 你怎么进去他家呀 没办法 我把他门给他撬开了 你把人家门撬开了 哎呀 你可坏了我的大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他把水都漏到咱家 三家来了 我打算要装修一下 这最少得二十万 这可倒好 还没泡透呢 哎呀 他不是还没回来呢吗 没回来呢 赶紧 你去他家把房门再打开 他再泡会儿 你缺德不缺德呀 你 我缺德 赵刚子 我不是吓唬你啊 你敲人家门 你那是非法入宅 你敲人家门 你就是溃探人家隐私 你敲人家门 你让我损失了十万块钱 哎呦 怎么你还损失十万块钱呢 他漏水 他全责 本来是二十万 现在还没泡透呢 钱师傅 你损不损 我损 小黄是什么人呢 啊 我告诉你 你等着吧 等着他回来 你敲人家门 吃不了兜着走 我会 敲钢子 兜着走 哎呀 你敲回来了 哎 是你跳到我们家门吗 啊 你脑子进水了吧 啊 我脑子没进水 你家进水了 你进我们家门 你告诉我了吗 你叫私闯名宅 你叫窥探别人隐私 啊 我是什么人呢 我一个单身女子 你没进过我的渔水 你就进了我的闺房了 我以后还怎么当女神 我告诉你啊 你得陪我 你陪我精神损失费 屋子损失费 名誉嘴 我跟你说 小王 你放心 你这辈子当不了女神 你 我跟你说 你家这个水 我必须得关了 你没看多大的水啊 家里把家具全泡了 你那是红木的 这多少钱啊 要你管 你看 那家人也漏了 回头让你赔 我赔 我赔 赵刚子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物业啊 物业 物业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今天暖气湿水呀 怎么没通知啊 我们物业提前三天 就在大门口 就已经公告了 公告 你意思 我这么忙 我还去看你的公告 我出门就下地库 进车我就出大门 你意思 我嘎 一小油 还看一看 今天公告上写什么 什么玩意儿 哎呀 你说你这个人哪 我就知道你可能没看 我还专门给你个人 发了个微信 你看看 我回了吗 没回 没回就代表 我没收到啊 没收到你就要继续发呀 那我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你要一直发呀 发到我回为止啊 我回了你才能吃水呀 那你为什么不回呢 我前天手机就丢了 那我发一辈子你也收不到啊 别碰我干了啊 大方子 我是业主 我一年交给你们那么多物业费 你不玩了你给我干啊 你那意思我们干物业的还得活出去了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啊 赵刚子 你碰见我这样的业主 你算是命大的 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能活到现在就算长寿了 你才明白啊 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情 你们物业是有责任的呢 那要这么说也是有道理 对吧 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 你等会吧你 你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呢 你冲什么大头啊你 我告诉你物业有你 物业都得关门 他他他他他 待着看我的 小黄妹妹表演得很漂亮啊 谢谢 哎呀就你一个人是业主啊 我不是业主啊 就你一人交物业费了 我没交物业费啊 接口邻居们 你们交没交物业费啊 交 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今天暖气是谁 怎么就你一个人不知道啊 怎么的 你不是人呐 赵刚子人家办了一件好事 你还在这冤枉人家 赵刚子是不是办了一件好事 是 怎么的 小区兽 你说不着我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我也说不着你 你感情表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我今天是来感谢赵刚子的 你干什么呀你呀 我一进门我感谢你 你跟我吵吵什么玩意儿啊 你吵吵 你把我头都吵懵了 我还没吵吵啊 你看看 又跟我吵吵了吧 我没吵吵 我就说了句话 你就不能说话 那我不说话 哎 这个态度才对吗 这主谅你太讲理了 你看看 还是范叔对接我 范叔 你坐 今天我就是来看一看 哎呀 漏挺严重哈 嗯 那个怎么算 你们算算吧 挺吞成哪里的呀 哦 你看 你看赵刚子 你看 我早就说过 人家小黄妹妹 人家是个讲道理的人 那咋了 你什么时候说过呀 你闭嘴 小黄妹妹 看来你是承认 这个责任是你的 是咋 对吧 那咱就算算这个账 哎呀 你看这壁纸都泡烂了 小黄 这壁纸早就烂了 你闭嘴 换 你看这地板都翘了 这地板早就 闭嘴 换 你看这沙发 明天就得长毛 对了 你吃不吃蘑菇啊 明天我给你摘一框啊 你闭嘴 我没说话 你闭嘴 别说啊 换换换换 都换 哪换了哪换 都得换吧 哎呀 你也多讲理 小黄妹妹 我以前是干装修的 这你知道是吧 知道 哎 那行 那个 我粗略的算了算 最少得二十万呢 二十万 哦 不多不多 哎 我家谁装的了 这 你家是我给你装的呀 哦 不不不不 哎 那我家这个装修档次 和你家这个 你家那个档次高啊 哦 哎 我家当时装修多少钱来着 十五万呢 那你要我二十万 哈哈哈哈 不是 谁说二十万了 我说的是十万 公交五万 好大 五百 行 别说 那我走了啊 哎 小黄啊 哎 我还得说呢 你说你装修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不让你私事改装 这个暖气片子 你看 你这回漏水呀 就是暖气片子出了问题了 什么 什么问题 你那暖气片子 自己改装的 质量有问题 水压一上来就崩了 你确定 我都已经核实了 哎 干啥去啊 钱山峰 哎 我家装修是你装的吧 嗯 暖气片也是你买的吧 当然是啊 是你保证 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吧 合同还在我这儿呢 怎么着啊 怎么算呢 你放钢子 你那个腿怎么这么欠呢 他走你就让他走呗 你提什么暖气片呢你啊 严顺峰 完了完了 我跟你说话你总是不听 我跟你说过没有 那眼睛别老盯在前上 是 你干那工程讲究点质量 是 你要这么不顺话 你以后别在我跟前待着 你出去别说我是女岳父啊 但是说你这什么女婿啊 就是 你别别 你别他懵了 书峰啊 我也得说你两句 是不是 你给人家装修 你得保证质量啊 不是 你这个进货渠道有问题 哎 你等会儿 进货渠道 对呀 你进货渠道有问题啊 哎 爸 爸 我想起一个事来 什么事 我进那批暖气片的时候 好像是你给我介绍的 啊 你等会儿 哎呀 我亏了留了一手 哎 你看看 你看是不是他名片 这个 我解释一下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 他说他做这个水暖器材 我就给他们介绍一下 我教友不是 爸 你们家都什么人呢 还能靠点谱吗 啊 交个朋友都不靠谱 我的妈呀 爸 你说你教的这是 小个朋友 你看这名也不咋地呀 黄太后 她的名字叫黄太后 她这暖气片可太薄了啊 黄太后 你们 那个上面是不是写的 太后水暖 对呀 太后水暖 你们在他家买的暖气片 是啊 在他们家买 还用得着你们吗 不是 怎么着你认识他呀 我二叔啊 你二叔啊 哎呀 那这个账这东西算算了 来小花 请坐请坐请坐 哎呀 那你二叔也不是外人的 那你们家亲戚啊 哎呀 那看来这个责任在你二叔啊 哎呀 天神风啊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装修是你装的 包工包料 质量你得把关 责任在你啊 是质量我把关 这暖气片是我爸介绍的 爸你 不是我介绍的 我介绍你爸介绍 我没有责任 那你要这么说 那责任在我 我给他介绍和客户 为什么不事先看看 那个产品质量呢 责任在我啊 没你们事 不不不不 你们这么一说 说的我还怪不好意思的 你说当时装修的时候吧 钢子哥就一直告诉我 别让我加暖气片 我非不听他的 你说这责任在我 在我 呦呦呦呦呦 有些事本来不大 是不是 本来是个小事 彼此之间呢 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你推我推 结果这个事就吵起来了 弄大了 其实啊 该是谁的责任 就是谁的责任 人得有点担当精神 不是 你看我们家就是这么一团 多好啊 咱商量商量 这事怎么解决吧 那再说 你说吧 我听你的 爸你说吧 那要我说 你看就是咱们两家都有损失 彼此又都有责任 咱就自己修自己的 行不 行 是吧 你们家你就修了 好 我们家呢 我二姑老爷是大老板呢 那行 对啊 后勤的这方面呢 我们物业保证 好吧 免费的 好 快说 再干扰了啊 钢子哥 还是 谢谢你 没事没事 赶快回去收收收家具吧 好嘞 哎呀 不行 我得赶快走 赶快走 为啥呀 我得挨家挨户查查 看谁家还私自改装暖气片子了 这家崩了可不得了啊 别撬人家门了啊 知道 知道 你赶紧把这管钱的给我拿出来 咱们不帮我把厕所那管子骗泄了 你骗他干什么 那也是皇太后的 啊 你也买皇太后的暖气片了 不是买